字幕提供 各位小朋友 我回到读书的话 一定会懂得运用知识 否则就是读死书 跟没有读书分别不大 那怎样灵活运用知识呢?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给大家参考一下 在三国时期 吴王宣泉有一天 和手下喝酒作乐 当大家喝到醉书分的时候 宣泉就见到一只雷仔经过 他很想开个玩笑 因为他有个手下叫朱角锦 他的臉很长 宣泉就命令人拿指和笔给他 写了朱角锦这三个字 就黏在雷仔的臉上 嘲笑他的臉很长 手下见到之后 每个人都捧腹大笑 唯独说朱角锦 就很尴尬了 因为他被人笑 这个时候 他的儿子 叫朱角锦 在身边 他就不抵得爸爸被人嘲笑 于是乎他走出来了 跟孙权说 大王 你是不是送这只雷仔给我爸爸 宣泉就说 当然 那朱角锦就说 大王 你好像漏了两个字 让我再加上去 于是乎 他叫人拿一只笔和纸 加了两个字 就是朱角锦之雷 连在雷仔那里 即是说 这只雷仔是他爸爸的 就不是他的臉 像他爸爸 那他和他爸爸 解了这个嘲笑之位 那孙权看了之后 就说 哇 这个小朋友很聪明 能够运用一些语文的能力 帮到他爸爸解了这个嘲笑 这个人呢 日后必成大器 结果呢 孙权呢 就向他爸爸 朱角锦死了之后呢 就叫朱角锦继成他爸爸的着围 继续成为门角的大神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我们日常所学的东西 记得要懂得运用出来 这样的话呢 是可以帮到我们 解决很多日常的问题的 我们这样才为之有用的 要不然呢 读死书是没用的 中国轻人 年轻人 年轻人